大家好,今天我们分享一款用平底锅做的米粉面包 首先准备200克米粉 米粉就是粘米粉,大米模的粉 加入5克泡打粉 3克酵母粉 如果说你家里面没有酵母粉的话,可以不放 那泡打粉你就多放2克 将它充分搅拌混合 然后加入35克蜂蜜 75克牛奶 和120克酸奶 酸奶你可以放有糖的或者说是无糖的都可以 喜欢吃甜一点的你就放有糖的 不喜欢就放无糖的 然后将它翻拌均匀 将这个面团整理成圆形的 混合均匀 感觉到面团粘手 我们手上就抹上一点清水 抹上清水或者说是植物油都可以 将它团圆 多少有一点粘也没有关系 它不会很粘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将炉灶开最小火 放上平底锅 在平底锅里面放入适量的橄榄油 将面团放到锅里面 用手或者说是用铲子将它压平 这个用手其实做起来很方便的 不用压的太扁 太扁的话它做出来没有那么饱满 看起来不太好看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最小火一面煎8-10分钟 好 煎了8分钟左右 我们翻面看一下 这边要一边煎一边观察 现在它的颜色已经煎得很深了 我们可以给它翻面了 感觉一个锅铲容易折断的话 我们翻面的时候可以用两个锅铲 或者说是借助盘子来翻面 用盘子来翻面的话 我们就需要给它抹上一点油 翻面的时候怕折断的就用盘子 不怕折断的话你直接翻 那样会比较简单 然后翻面以后将它放下去 果然是能够直接翻的话 最好是直接翻 就是这个盘子上抹了油 它都还是有一点粘到上面 翻面以后给它盖上盖子 还是煎8-10分钟 好 时间到我们看一下 纤维颜色煎得怎么样呢 可以了 感觉倒还不错 我建议大家做的时候 最好还是放有糖的酸奶 无糖呢我刚才尝了一下 做出来它的味道就是偏淡 也可以做好以后给它放果酱 或者说是撒上一些蜂蜜也是可以的 做这款面包不管用哪一种米粉 都能够做出来 最好是不要用糯米粉 糯米粉的话它做出来不好消化 像小宝宝这些吃了 还有老年人吃了都不容易消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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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